大家好 我是Tim哥 2024年 今年 你看农地年後 我們大家還是很喜歡去日本自由行 沒有錯 但是其實在2024年的今年 在日本的自由行 尤其是最近有因為通貨膨脹 還有一些制度有新的上路 所以我們尤其是自由行的 如果你要去 甚至於我也要去了 有一些的政策 你們一定要來看 因為我這邊列出了超級無敵多點的 當你看完以後 你就不會手足無措了 我知道導演一定會接下一句 老闆 我去幫你實測 你是不是要講這句話 沒有 我要講 老闆你明天要去日本自由行 為什麼我不知道 呃 我現在還沒有要去 但我今年一定會去 好 話不多說我們直接來 因為還蠻多點的 包含第一個 你在VZ Japan Web 這一個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其實都會有少QR Code 但他QR Code是二合一把他簡化起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入境日本的時候 都會事先 像我自己手機裡面也都會有 VZ Japan Web 然後我們就事先填好什麼 入境資料 然後入境的審查 海關通報 但是這個是原本是兩個QR Code 但他們就提升了便利性 從2024年1月25號開始 兩個QR Code合併為一 也就是同一個QR Code 你就可以辦好兩種手續 而且不只是可以讓我們審下一道手續 你帶家人出遊的時候 也不用被一堆的QR Code的一些什麼截圖 我曾經截圖搞錯 我還真的被海關攔住 導演你知道為什麼海關攔住我嗎 抓不過是不是 不是因為電話庭的關係 是因為我剛好截圖的時候 我也幫嫂子截圖 結果我的QR Code是嫂子的 結果他一看說 這個是女生的名字啊 後來原來是我搞錯了 他以為你變性 看下一個 再來 大家有沒有印象我在去年 導演你應該知道 我們去年不是說 實體的西瓜卡沒有了 你只能用Apple Watch 用iPhone對不對 用數位版的嘛 但我跟你講 回歸啦 他們有六個地方可以來購買 也就是說 很多人很喜歡說 像嫂子喔 你知道嫂子他沒有用數位版耶 他就是沒有用他的iPhone跟Apple Watch 他還是會拿舊的那個西瓜卡 他還是拿在手上 他覺得比較方便 你會喜歡數位版 還是喜歡有實體卡 我會喜歡實體卡 那你跟嫂子一樣 好 那其實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們晶片有短缺的緣故 所以他從去年6月 就停止販售實體卡 但是在同年12月 JR東日本的旅客鐵道 他們的網站就跟大家說 我跟你講 其實已經有了 可是只有6個車站才有 哪6個呢 東京車站 品川站 澀谷站 新宿站 池袋站 跟上野站 這幾個站 他們有一個叫服務中心 你就可以在裡面購買 但是一人限購一張 其實這樣子其實也蠻不錯的 而且最近如果你有短期 旅行的話 你也可以有一個專用的 一個紅色版 叫 它就是說 你今天能夠前往 東京單軌電車的 宇田機場線 那宇田的機場第三行站 你才可以買到 那原則上他使用的 跟西瓜卡一樣 但是也是一樣 一人只能購買一張 我雖然說 有些這種限定版的 都是數量有限 然後賣完為止 也就是說有可能 你也去那6個站 你不是買這個紅色版 那6個站 搞不好也買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頻道 可能大家看了以後 大家都去買 所以我們要去買看看 可以 再來呢 喜歡買藥的 你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在2023年11月底 有去日本藥局 你可以發現說 你想要多買一些感冒藥 但是會被限制數量 其實我自己就有碰到 我是去年11月 因為日本有年輕人 大量在藥局購買感冒藥 跟紫殼藥水 但紫殼藥水 有含一個叫可帶因 在肝臟代謝後 會產生麻酥 導致了人體興奮 也就是說 政府就開閘說 我跟你講 你感冒藥就有一個限購令 只要你有含這個成分的人 每人只能限購一盒 而且未成年 還必須要核對姓名 年齡 還有實用原因 那雖然大部分的店家 都會跟我們觀看說 你們一本護照 只能購買一盒感冒 但有一些藥裝店 又比較寬容 但是寬容也是有限制的 上次我跟Tim 我們好像一人只能買兩盒的樣子 但是我也是用兩本護照 才買到一人兩盒 有些一人只能一盒 甚至於有些的藥師 還會問說 你買這個 你有什麼症狀嗎 會問一些比較detail的 所以這個地方 大家要特別注意 另外 我們台灣衛福部的食藥署 也有規定 入境的時候 單一藥品 不能超過12品 非處方藥品 最多12品 所以加起來合併 大品 24喔 總共一共36品 再來這是一個福利 你在日本 消費5000日元以上 就可以退稅 所以一般我們在日本旅遊的時候 都會買大量的一些伴手禮 美妝品 藥品 甚至於衣服 那日本的消費稅 目前已經調漲10%了 所以退稅後 等於是你用原價的9折 就可以拿這個商品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個小確信 但依照現在日本政府規定 只要一間的商店內購買一般物品 比如說 衣服 電器 飾品 或消耗品 消耗品就一次用的 比如說 食物 藥物 美妝這些 那只要消費總額 不含稅的狀況下 只要達到5000日元以上 50萬日元以下即可免稅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 消耗品 必須在入境30天內 攜帶出境 那如果你購買物品 同時有一般物品跟消費品的話 那全部都會視為什麼 你覺得是視為什麼 視為什麼 消耗品 對他就視為你這是消耗品 那消耗品 我剛剛講的 30天內你一定要 攜帶出境 那我們延續剛剛講的 你不是有推特商品 其實你一般有在日本買過的 就知道說推特商品 他都會用什麼 一個透明袋子 把它密封住 那你千萬呢 不要因為你想要吃裡面的東西 或想使用 就把那密封袋打開 現在如果 你機場海關查到的話 他會立即取消你的免稅資格 所以你的九折的那個價格 入手的優惠 我跟你講 全部都沒有了 還有哦 你今天有時候你買完東西以後對不對 突然會覺得自己買貴了 然後或者是後悔衝動購物的話 你想要退貨念頭對不對 有些的廠商 或許可以接受 但是現在日本 你已經在日本 已經辦理了免稅的商品的話 除了你是購買後 才發現商品有瑕疵 非人為因素 品質受到影響 否則 如果你從機場免稅店 百貨 商場 或一般商家 基本上 他不太接受退貨 因此你購買錢 你一定要三吃 甚至於衣服 你要先試穿 不要到時候你買完以後 再上網查價格 覺得這個怎麼買貴了 這要特別注意 再來 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京都賞鷹 或是賞豐的遊客 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新的規定 就是說 他們覺得說 我們這種觀光客 常常會拿一些大行李 去搭載他們公車 會占車上不少空間 然後 當地的居民 他們就向京都市府陳情 也就是說 他們在2023年有宣布 停賣京都巴士的 一日的乘車券 但是從2024年3月 會正式廢除 重點來了 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他們進一步又講 2023年底時 在京都市內有800輛的公車 廣泛還有張天 中文 英文 日文 三國語言 然後幹嘛 請勿攜帶大型行李 乘坐巴士的宣傳貼紙 所以 如果你有去京都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但以我自己 我去京都 我都是坐地鐵 所以我是沒有遇到這個麻煩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 那邊Uber也很好叫 你也可以坐Uber 甚至於他們的計程車 那這樣子你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京都老實說 我覺得沒有想像的那麼大 再來 就是漲價的訊息 JR東日本 他們有很多什麼新幹線 或電車 但是JR東日本 從2023年 就去年10月1號 開始針對 JR東日本的鐵路周遊圈 東北地區 還有 JR東日本的鐵路周遊圈 長野新瀉的地區 還有 JR東北 然後南北海道的鐵路周遊圈 還有 JR東日本的南北海道的鐵路周遊圈 還有 JR東京廣域的周遊圈 還有 往返成天機場的那個車票 這六種票券 全部都調漲 那其中漲幅最高 就是大家很喜歡的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圈 就是針對東北地區 一口氣從2萬日圓 調漲到3萬 漲到50% 等於多了台幣2000多塊 那其次 調漲的金額高的是 調到9000日圈的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圈 針對於長野跟新系地區 所以你看 有一些地方是有漲價 然後講完 東日本漲價對不對 那JR西日本會不會漲價 也有漲價 還有18種的票券 全部調漲 我跟你講 後製幫我列出來 就在這裡了 全部都調漲了 而且漲幅大概都是在 在2300日圓以內 漲幅最多就是 伊勢熊野和歌山地區的周遊圈 從11210元 調漲到16500日圓 哇 其實你看 全部都漲了呢 還有一個東西也漲 導演你會不會很喜歡人家從 可能去旅遊的時候 會寄那種明信片寄給你 會 會對不對 就是有些人都有這個習慣 就是說 他可能出國的時候 會寄明信片給朋友 甚至寄給自己 對 是不是 好 漲價 原本 以一般的 基本款的明信片來講 那你 寄日本 寄到國外的 郵資 統一 是70日圓 但現在不是漲了嗎 他也是從 2023年 10月1號開始調漲 一律 都變成100日圓 那部分地區的海運的 郵資變90日圓 也就是說你以後 要寄明信片的話 你要購買 100日圓的郵票 你才可以 去寄給你的親朋好友 另外一個東西 什麼特別重要 就是 大家很喜歡去日本旅遊 那 你知道台歌大 他在官網有公告說 從2024年4月15號開始 日本業者終止3G網路 請使用資源VOLT的手機 並且開啟手機的VOLT的功能 還有數據漫遊 否則 將無法使用行動網路 也就是說 你就沒有訊號了 怎麼說呢 繼 AU 是日本的三大電信業者 AU 從2022年3月 率先全面關閉3G網路以後 第二大業者 SOPBANK 他也說他在2024年4月15號 全面關閉3G網路 但是 NTT的Docomo NTT的Docomo 等於台灣的中華電信 他則是 預計在2026年3月關閉3G服務 那日本 就將會進入全面的VOLT的服務時代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台歌大 那台灣自信跟亞太都被合併了 那他們最主要的就是 跟日本的SOPBANK 他們做合作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是台歌大 然後用手機漫遊的話 你的手機一定要支援VOLT的功能 否則的話 你可能沒辦法 但如果你今天是中華電信或遠傳 那就還好 為什麼 因為NTT的Docomo 還沒有這個困擾 但是喔 如果你今天要買一些上網卡 你要特別喔 標示 他是AUSOPBANK 還是什麼 NTT的Docomo 特別注意 國外用漫遊是不是要很小心 對 沒錯 我之前看一個前幾天的新聞 新加坡有個媽媽帶小孩 他們在土耳其轉機 好像額戰是誰 就用機場的漫遊 然後好像傳了個訊息 然後他們回來之後 收到21萬的帳單 21萬台幣 我跟你講那個表示他沒有去申請 他等於用到了比較貴的簡訊費用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今天要確定說你的手機已經有資源漫遊 然後你有開啟數據漫遊 你一定要確定喔 你有開啟了 那你也有申辦喔 否則的話呢 他會用國際的電話費跟你算 所以才會如此的貴 好啦 今天分享這些就是希望大家 2024年去日本可以玩的盡興啦 為什麼我知道這些資訊呢 因為我今年也有計畫要去日本 沒有要跟導演去 我跟少自取就這樣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